謝謝各位今天參與 我們大概感覺到時間不到 跟大家分享一個授權的項目 這個提問要介紹一下我 授權的項目 基本上呢 我會講 台灣維持的項目 在記者的意義 你怎麼去正確一點點 那今天如果是開發軟體的話 開發軟體的前階段 或是之後實際的項目 要注意這些市場 文靡跟他好親 我們先個講一下 下面下面就是 這些項目也有問題 上次我在對面說 關鍵為研發軟體 應該有時候實施 大概大概有15 到我還沒辦法約 稍微在這個項目 再加上了幾個項目 一開始是周開發軟體 接下來是三次計畫 您的保育相關主持人 或Great Thomas License的地方 這幾年有協助政府機關口 行政院跟國防匯去做開放資料的研究 其實過去十幾年 我做的都是Local License 所謂開放授權 開放授權是什麼 就是說 東西使用上有遊戲規則 可是這個遊戲規則你不用特別的看 基本上他的權利人 把它放到網路上 或是一個公開的地方的時候 他就告訴你 他的授權規則是什麼 所以你看得懂 你也願意分手 你就可以把東西拿來用 那今天如果你本身是做作人的 你需要用這個 更換比較快速的方法 來提供你的素材 你也可以用這樣的 所謂的Ownership的方式 來提供你的專案 一般來說我講話是比較快 我今天用比較晚開始 所以我講話會非常快 所以你覺得我講話的似乎太快的話 你稍微示意一下 我會適量的在哪條條脈 這是一個有趣網站 可是我剛才跟各位講 2015年 2015年 我又是8號 我在中原服務 大概到2016年的2月1號以外 我主要就是帶一個 OpenFoundry的一個專案 這就是早期由 經濟部工業主義出資 然後中原協助 然後後來已經被改成了客機庫 這個網站呢 其實我大概是3月7號說 接到ROCK的訊息 那天我真的要拿飛機去馬土 然後接到他的訊息以後 飛機就上去 又飛回來不能降落 好 這也不是樹梅棟 正式才發生 那馬土的這一點季節 好像常常會起入 那邊起入的話 這一些問題 那我過去兩個月 已經是不一樣 資訊馬土 都失敗了 拉船的話要花一個小時 再換一生實訊的方法 來回答這些季節 簡單來說 我們以前在商務院呢 有個專案 就專案做很多 N-source的費用 但它也有一個東西叫做 技術教學工作 所以大家也看到 有所謂的校文和設計演講 可以去做成形 那去年的時候 ROCK放活動的時候 就有人說 其實這樣做廠前放的這些活動 還沒有意義的 現在國內好像沒有人 在做這些活動 可以廣告教學 那看ROCK今年一度 要再來做這些事情 所以讓我們掌握 那這是以前我們的提讀 所以他今天就跟我們講說 今天我們就來講開演教 這個就叫開演教 叫我生平常文學 所以我希望它是好笑的 我希望它是實用的 所以可以用兩小時的時間呢 帶各位往下 WomenSource licensing 跟你要做人理代發的 有必要的支持 所以這是ROCK幫我聽你的大表演 我也說很乖的 就照這個大表演來講 第一個 OSF的組織跟活動裡面 不是我講 所以他已經講完了 所以我不知道他講了什麼 那接下來我們要講的 就是這三部分 第一個呢 ROCK說 很多人對於GPL 都有一些想像 那有些想像不定正確 那是不是我們用一個比較輕 簡單異本的方式呢 把它正確地表達一次 所以我們會講 回論GPL的授權 它的概念的簡介 那當然 PovenSource的領域裡面 世界裡面不是只有GPL 那我們了解GPL後 我們要拿它跟其他的概念授權 來做一個比較 那最後呢 到底有個提例 我覺得挺有趣的 就是說 我們就是直接找個辦理來說 正常或不正常的方式 想我們做個專案 然後到底能去選擇 表解一下 開啟搜尋的元件 然後這方面有什麼方式 把它做發布 那它給我有確定 就是資金會今年有做一個 open source的專案 叫PTT CLOVER 對不對 主要是撈PTT上面的一些ID 那從ID可以做量化分析 分析說 他到底是不是假新聞的發布者 所以這個人 當然上了那麼多次 針對哪些議題 然後他在逼在哪裡 那合理推顧到 到底是不是 他到底是國內的網軍 還是國外的網軍 那他到底也不再帶影響 所以這是一個情侶 去找PTT CLOVER 那我們直接用他的哲識源網 來做分析 但是我第一點 我想就先帶各位 帶一下開啟搜尋的軟體 就是所謂的 開啟搜尋的軟體 應用趨勢 我們先給大家一個簡單的簡單 這是一個 這是一篇有趣的 然後對 今天有錄音錄影 有直播嗎 也有直播 沒有直播 沒有直播 但是有錄音錄影 總之呢 其實我還蠻歡迎 其實太喜歡唱歌比較細 所以如果有各種問題 的話可以隨時提出 我覺得這是比較不容易的方式 今天的簡報有明顯多頁 其實不用選不跑 但很多東西只是失利 所以如果剛好跑到某個點 沒有興趣的話 你不介意被錄音錄影的話 因為我不知道他們接下來會不會把你的錄音給刪掉 但是原則上我們就不刪啦 所以你不介意被錄音錄影的話 你可以寫實提出你的問題 所以這是一個確定的方式 在2011年 Broad Street Journal上的一篇文章 大家覺得挺有趣的 它大概就是說 Why software is leading the world 為什麼軟體把整個世界吃掉 這篇文章大異就是說 你現在做任何事情 你卻把軟體是沒辦法做成的 所以為什麼資訊實在的時候 你需要軟體跟程式呢 幫你的服務作為後退 為什麼軟體真的吃掉整個世界 然後呢 後來人家在仿造 這篇文章寫的另外一個觀點 就是說 如果軟體是吃掉整個世界的話 software is leading the world office source is leading the software 就是說 開源軟體其實這幾年呢 就把整個資訊產業 跟軟體世界給吃掉 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觀點 各位如果想要知道office source是什麼呢 我覺得應該不用啦 但是我們也是幫董事分享一下 這是君米黃俊有做的一個翻譯 我覺得挺有趣的 他剛好用那個軟體來解釋 什麼時候不做的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示範 其實呢 open source 就像是基木一樣 每個人都貢獻一部分的專項 那你可以發揮你的創意呢 把專項拼起來 比如說那你可以把別的成果呢 柔達在一起 變成一個很好的一個展現 這就是open source 為什麼open source 現在變得這麼便利 好 那就是像是一股啦 就是過去15年 我都有用到world resource的專項 那我通常講過了一件事 是open source其實這幾年齡 特別是這20年到15年 它的發展非常鴻勃 主要是派網際網路支持 我們都知道外國人的意思是說 任何人都可以開發 都可以參與 但是如果你沒有一個很好的平台 沒有一個很好的窄區的話 那這樣的合作其實不可能化國 或者化理域 但是有了網際網路很大的頻寬 很大的網路空間支持 open source 這十五年來的發展 是非常突然夢境的 那為什麼一開始我還是要做一個訪問 因為很多人特別是政府機關做人 常常會有一個錯誤的概念 他們還是把open當成一個燈省 我剛才有一個報告過 我自己也有協助行政院 還有國發會做open data的訪問 跟政策的推表 現在DECA.JUVIT 提到 那個上面的政治資料開放授權條款 但是我最後年在中央服務的時候 也寫出過發會 一起去訪問去營定 所以目前那個條款除了中央政府以外 六都直接使用 變成他們發布資料用授權條款 但是很多的公務員在做open的事情的時候 他們可能會覺得 這好像是一個失恩會 與一般民眾 但是我必須要跟他們講說 這個觀念 也許你在十年、二十年前 大概是這樣 但現在完全不是這麼回事 就是open 你要把它當成競爭的手段 因為open的東西 你才可以reuse跟release 透過跟很多人的合作 產生一個更高的效率 所以這幾年我常常舉一個 很好笑的例子 這位先生是Mr.Bomer 他是2001年 Michael Soft的CEO 那時候他在公開場合的時候 有一個專業信長叫Linux 他像癌症一樣 Linux is a cancer 然後他說他用的開源授權條款 GPL HIPP HIPP式的GPL 是垃圾 Rubbish 在2001年的時候 2002年的時候 微軟基本上對於開源這件事情 是敵對的 而且說實在是不予以利的去打壓 但是微軟其實是一個非常有遠見的公司 他後來內部的綠皮書被流出來 大概在2001年 200多年 他們內部的分析師已經提出總結了 然後說 有一種軟體的開放模式叫WinSource 而微軟必須要了解這件事情 以後會讓微軟全世界的資訊產生 下收到可能十分之一不到 所以影響你微軟的一個 版圖跟你的事業的一個發言 所以必須在他出猛牙的時候 就把它給消滅 這件事情微軟一開始有很努力去執行 可能讓他們放棄了 各位知道 後來這幾年他提出來的口號是 Microsoft Love Linux 然後到2016年11月16日 他加入了Lanus Foundation 大概捐得新台幣3000到4000萬的入會費 白金牌入會費 成為Lanus Foundation白金牌的過緣 所以Lanus Foundation現在董事會 Microsoft有一席可以參與投票 所以這是目前的一個現狀 所以這幾年網友常常開玩笑說 擋不過你就加入你 然後加入你還要買下你 各位你們要注意到去年的 Winerosoft買了GitHub 所以這是現在的現狀 所以各位必須要知道 不管你願不願意open source 你自己寫東西願不願意open source 其實open source你在你四周 那這是我過去幾年有協助做的 好事來可能是壞事 但很多廠商不是很高興 最新的行政工程會的資訊服務 採取七月範本 這是最新的版本 2017年7月13號 正式把WineSource的遊戲規則 寫到七月範本裡面 比如說廠商如果沒有意思 反正就不知道範本 即興建議會有資訊服務 你有用到oversource 你就必須遇到遇到遇到的範圍 搜尋的範圍 搜尋的機構去利用 而且你Pirate phone 跟Source phone 都必須要同時給我 那你一定要呢 必須要遇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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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或者全文這種 這個其實是大部分 open source license的要求 那我們就要講 現狀就是呢 其實很多公務員採購 內容物裡面大量用的open source 但是呢 廠商其實不會有主動跟機關講 那機關其實也不知道 但是後來可能有些事情出包 出包的時候想必須要去補貨 那至於呢 人家要求網民 不告訴你到底誰出包的 為什麼就中間政府到地方政府 大大小小的包圍 我從來打萬的包圍到 三億的包圍會 所以那是特別的現狀 不過呢現在的蓄圍範圍 是上限改的 改的範圍其實就是說 廠商如果他不懂得 自己去做開業的調適 這個地方其實留有一個 一個語譽就是說 你今天如果我很懂 open source license 你的話 你今天可以跟這個機關說 我全部都是用BSD 我全部都是用MIT 我全部都是用RR去的 所以最後我給你 Troposolution就是一個商業授權 我可以幫你列清單 但是你不能跟我要求source 這樣也可以 當然廠商必須要負責任的 自己把授權的狀態給調適好 今天他如果沒有能力的話 政府基本上要求就是說 你當初怎麼拿給你 你給我 你用哪個open source license 你拿到 就哪個open source license 給我 那今天基本上 你包含每個source都不需要給我 那今天你可能會看一看 為什麼我source要給你 那機關就是說 你到底一不應該 你自己都搞不清楚了 我作為一個機關 都更不很清楚 所以你現在就是 必須要把你所拿到的東西 全部都給我 所以這個是目前 國內的所謂的 資訊採購的契約方法 它是在進行 所以從2017年7月13日到以後 在這個國家裡面 你去做政府的一個資訊案 基本上呢 他就告訴你 你可以open source 但你用 source code怎麼給我 你必須自己規劃 你如果有能力規劃 你就聽你的 但是如果你沒有能力規劃的話 其實你就必須要把所有的 fineware跟source 所以我只會停那個機關 就是目前的狀況 但如果你要問我說 到底有多少 廠商有造作 很少 幾乎沒有 但是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是有保育效率 因為他現在的這個信任 所以以後真的出事的話 廠商要負責 除非他倒閉 他可以大陸給你倒閉 然後逃網 什麼之類的 但那個不是正規的一個程序 不是正常的機會 所以我們只能說 這個東西簽了以後 現在 用unsource來接種訪問 其實他是必須要負責的 所以我們今天談的 其實是開運的遊戲規則 開運他的遊戲規則 unsource的東西 並不是靠新租的權力 我常常舉的例子 這是什麼 這是禁止令 這是美國聯邦 一級審訪願 國法的禁止令 意思就是說 有一個廠商 用而人家unsource的形式 但是完全沒有接料 也沒有unsource的元件 也完全沒有delemental source code 所以 他們中國權利員 跟美國聯邦一級審訪願 在我們提出一個禁止令的壓力 就是說 他持續在侵害我們 我們體制作權 你必須要求 他的商品產品 你必須要先下降 所以禁止令其實 就是另暫時程序的一個 法律的一個狀態 在我們這邊點子上 都是假儲分 假儲分就是 類似蠻久 要撥個容金裡 幾百個容金裡 去 這樣 所以他是一個 非常有趣的一個熱門 那這張圖給大家看的就是 就是過去大概十五年時間 都不受訴訟是指引的 但其實這件事情 慢慢就是過去式的 所以我們只是稍微討論一下 就是說 過去很多狀況其實就是 很多open source的users 這些power user 或是community 這些成員 他也發現說 某個遊戲 某個跡象棚 他應該是 但是完全沒有做人可以接受 但是他可能用一些 測試的方法去測試 裡面上行 有沒有哪個open source的 郵件 特別是GPL 那如果發覺 確實有這個主持碼具的話 他會提報到網路和路區 找到他原來的著作人 那他原來的著作人 如果得到一些 代理組織 或是代表律師的幫忙 他就可以在各個地方的侵權地 提出一個所謂的訴訟 或是一個相關的法律程序 譬如說禁止令 然後讓這個侵權的產品下降 過去呢 他會open source的法律徵送 實際上進行 但監督衛生場 我也要跟各位講 這個其實慢慢已經是多趨勢了 open source這五年的一個趨勢呢 訴訟能慢慢從個人的企業 為什麼 以前可能是志光去告企業 可是現在其實是企業在告企業 為什麼 因為我們跟各位講 open source這個危險 那很多人其實是軍縣挺新的 然後跟他們開運動專頁 那可能被我們介紹的公司拿去用 但商公司並沒有合規去使用 對他們努力去告他 但是我們必須要負責任跟各位報 志光去告一家公司 其實是很辛苦的 之前我有訪問Hara 就邀請HaraVillette到中美越 那次訪問其實有做我的主持稿 那時候我們也 HaraVillette是一個德國工程師 那他也有做過衛生的部位 也有做過Sansom的部位 那他在郭州 德國提出幾次的 in source 特別去GPL的訪問 但他這個人 他欺負還蠻高的 他要做什麼事情 都會非常正大報名 我現在把他的名字都寫清楚 所以他是一個正面招呼的人 但那時候我就問他就是說 好 你既然你說有這麼多產商的違規 你到底能選擇 你要到誰 他說基本上有三個原則 第一個 太小的公司不到 他說因為我們是希望人家要 Homensource 那今天小公司沒有特別的法務 不管你接受 你就沒有這個概念 所以他用到我們的Source 但是沒有去提供Source Code 那這時候 我們積極高興給他 或是跟他關鍵一下 他有調整的話 我們不可能去動這種公司 因為動這種公司 會產生很強效應 大家覺得Homensource很可怕 我可能只是網路抄抄 我去Screws 結果變成這個結果 那這是他們所不熱見 因為他們 Homensource 所以第一個 他小公司不告 第二點 則是太大的公司 不告 他說你知道太大的公司 你去告他的時候 其實你不是面對 一個代理律師 兩個代理律師 你是面對一個足球團的律師 基本上我們律師 數量還是有上限 不過他提起來 其實還蠻高的 我記得那個 我已經衝刊案子 他的代理律師有15個 檢查報大概只有3個 我們法律規定 基本上一個人 有一個律師 要犯情複雜的事 如果法律師 你可以再轉換調整 所以今天呢 你去告一家公司 你可能是你的職工 可是他可能會出動 我們36名律師 我們還可以周旋 所以今天你確實 即使你覺得 你在行列程序上 你這個立法基礎上面 是有地位 但是可能這些程序的過程 就會把你弄得 所以太小公司不告 太大公司不告 那HALORMUSER 很清楚說 他擔心告太大公司 然後敗訴了 全世界其他的 對OminSource遊戲 為什麼沒有下 他就是希望大家可以 那HALORMUSER 有些位置 所以他小型的位置 是看什麼公司不告 太大公司不告 那另外第三個原則 就是說 但是今天我記幾條信 他說不回信就算了 以讀不回就算了 但有的人會反傳相機 所以有些公司 真的會反過來說 你這是不是詐騙行為 你是不是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這種東西 他們就會反對優先進行列到最高 優先處理 或是什麼 但是那個時代 基本上的 現在這樣子處理 也越來越少 其實我在這邊 這個也沒有幾個有學的東西 那 我們今天的重點是 教大家怎麼學的 授權比較大的 所以這個詞當作 裏存詞 讓各位知道 這幾年要跟Source 其實越來越多是公司 高公司 那公司為什麼高公司 我們知道跟Source 跟他的遊戲規定 那你先用了就要遵守 那有些公司遵守 他發覺其他公司不遵守 所以這時候 他的火氣是最大的 所以像這個例子 Otherfax他在美國 所以剛剛 他告一家 南韓資金的 Henton 基本上是做一個 所謂的文書轉版的 一個儀器 那另外這家更有趣 他跟Panel Sonic有關 所以Panel Sonic的關係契約 他的非常細 非常娛樂系 非常娛樂系 不是真正做飛機看的 我們今天跟他飛機 因為長程會無聊 你在飛機上面 都會有這個娛樂系 那基本上 據我所知 飛機上面娛樂系 都是那些 因為我看過好幾次當機 當機有可能 他會把我可以 說那個詞 的Command Line 跟他的那個Share 那些 那個專門主動機 所以這家公司 有去看到Dominetic 他去告Panel Sonic 那個 機上磨樂系統的公司 因為他的意思是說 嗯 Corninetic這家公司 其實是做機上磨樂系統 他是比較偏向 有什麼東西 那Panel Sonic的子公司 他很軟硬度 他可以直接 賣你這個所謂的儀表板 這個所謂的觸碰 他等於是軟硬度的發動 他有做人 有做問題 那他說 有些廠商其實就是 跟Panel Sonic這個子公司 買了這個硬體 然後呢 好像 也是用Linux 錄起來 但是他們去安裝 他們自己的系統上面 總是會當機 總是會出錯 本來好像跑得 蠻順的 可是到某個環節 不知道為什麼 機器就是會開始 所以呢 Corninetic 提出來的重點 並不是在網底搜尋 但是他是基於GPL 他就說 基於GPL流行規則 你用的GPL 有一個程式 你感受以後再發布 你就必須要A-Source 那他說 他說 我們改的 我們都有給Source 啊 總之我們合理的 一個懷疑 Panasonic的子公司 給的這一包Source 是不完整的 今天那個 是有後門 是有他自己發佈的 所以不然為什麼 我們用正常的Linux 下面的一個 價格程序 還是會跑掛 還是會壞掉 所以他說 今天如果我們 Open Source 你跟Open Source 其實你設立違反法 那個契約 不管公平原則 所以他是 以違反公平交易法 的立場 在裡面 提起訴訟 這個訴訟 當然是跟GPL有關 但是他不是從GPL 直接去掛出過去 群錢 而是他就說 我有外來按照GPL 但是我競爭公司 沒有按照GPL 所以本來就是 應該要A-Source 提起訴訟 但是這家公司 沒有提起訴訟 目前還可以使用 那這也是一個 所以不缺案子 基本上他跟GPL有關 但是他還是跟GPL有扯上 目前有先說 有換決 北京知識傳言法 在2011 他在2015年745 我怕宣判應該在2017年 18 18 去年嗎 那你關 我今天只講 那個 但是如果各位對專利 有興趣的話 可以問那個 柯文老師 柯文老師對專利是比較熟悉 所以我也不知道 今天有幾個熟悉 我壓力還蠻大的 他們應該已經是 對這方面已經很熟悉了 所以這是一個有趣的 蘇中曼 蘇中曼為什麼有趣呢 基本上 我用最簡單的方式來講 他是兩家 大陸的資訊公司 然後有一甲通 甲通資訊告你公司 說你操了我的軟體 那 那 你公司譬如說 我確實有超你軟體 但是你的軟體 有GPL 你應該要照GPL 全部都分source 所以我超你留什麼不備 然後在那個 甲公司靠他的時候 你公司就趕快把自己那一套 給分source 他說我們有分source 不過最後他還是敗訴 敗訴的細節 大家一直說 北京知識產權 我們現在要用開源 那開源也已經非常廣泛的使用 所以我們現在要用開源 那開源也已經非常廣泛的使用 那怎麼才是合理合法 我們還是必須要回歸他條文的故事 這邊解釋什麼事 我們必須要看你的條文 但是這件事說起來很簡單 做起來比較難 這個是 OSI OpensourceMission 你看到我們圓碼收據會 它上面有列 通過所在開放圓碼定義的條文 名稱 就是名稱的 所以每個點進去都是 七到八頁的法律文件 所以 今天如果你在家公司的話 你跟你的法輪說我要開源 然後你的話跟你講說 可以喔 全部看喔 你會再用 那你應該就直接辭職 就還可以 這個 雖然我今天其實是用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不精準 但是還是要實用 那我不會跟你講說 你今天上完這個課以後 就完全都私人化的 可以處理所有狀況 可是至少你的概念是說 大概是這樣子 你可以找出方向去找資料 最後我可以得到我們的答案 我們先跟各位報告一下具體 我們先跟各位報告一下具體 通常用這個比較簡單的線性圖 因為幾乎全世界各地 在研究開源授權的這些訪律員 都是輸入紅色 一條線上呢 你可以看到從紅色到綠色 代表說你拿到這個軟體的時候 它對你要求的所謂的換個點 越紅的部分 它會要求你做越多的事情 那綠色的部分 所以大家都是非常放鬆的 所以很多人也就把這個方式 當成為配合設計的三分法 最關於BSD 它以所有人叫 繼續無拘束的資料 基本上的MIT BSD 跟APAGE LICENSE 都是屬於BSD類的 這個東西告訴你 你用了 還是必須要進一些異物 可是這個異物非常少 幾乎沒有拘束到你 那天秤的另外一段 我們看到紅色的軍隊 我們通常用紅色來代表 為什麼紅色是火焰原子 火焰是會有黃燒的 所以很多人跟GPL 就會認為說 我用到GPL 我這整包都會起火 往火燒煉廣傳 那我必須要講 這件事情在極端環境之下 是會發生的 可是你可以讓它不要再發生 等一下信息會不會稍微做影響 但是GPL的SERV 它是把火焰比較熱情 它告訴你說 大家都必須要一直這麼自己 GPL的貢獻者 它的其實一樣就是說 我的城市願意用GPL試數 我願意讓你看到城市原始嗎 我願意讓你改 我願意讓你從這邊散步 可是呢 你不管做了哪個作品 可以連成的作品 你必須要依照你樣的道 讓這個作品可以一直open source下去 所以這跟GPL的原始力 大家都必須要自分自分 那中間有一個呢 不直接入GPL 不直接入BSD 我們稱呼它為其他類 其他類別呢 它不一定會弱勢 可是呢 它會有特殊的所謂的business model 它會有一個大型的基金會 或是商業公司 在背後去阻擋 它特別的生態系 例如說IEM 譬如說Modula 那這個其他類也呢 辦了非常非常多的變化 可是基本上原則是 sauce code的遊戲規則 它比較類似於GPL 但是Total solution 變成一個商業方案 它能利用方式比較像BSD 就是sauce code的部分 比較像GPL 然後Total solution部分 比較像BSD 所以我們說話有點自由 不會那麼自由 我們稍微講一下 就是說 我們基本上可以把 形形色色列出來 很多的open source license 列出來 再塞了很多的分別 所以我們首先講GPL 紅色 streetly copy left 非常有一個 copy left GPL的遊戲規則 其實就是說 你開發者或是 程式的開發環節 不管Bee跟Bee跟C 依賴環節的 把GPL程式 放到專案裡面 放到網上裡面 你最後再散播出去的時候 你這個選手 就必須要把 GPL內相應的程式 你提供給過程 這個東西 你必須要把sauce code給人 所以我們用最簡單 最簡單的方式 來跟各位講的 GPL搜尋條 基本上就是兩個最重要的原則 第一個原則 就是說呢 你去改GPL程式 就會產生它的延伸程式 這個延伸程式 後來只能用GPL來授權 也不能把它改成你自己的授權 本來是GPL的東西 不管怎麼改 都還是GPL 那今天第二個原則 它告訴你 一旦程式是用GPL的授權 你對人家給了binary 人家就可以跟你要sauce 你今天給了所謂的object form object code 別人就可以跟你要sauce code 你給了binary form 他就可以跟你要sauce code 所以這就是GPL 我們最重要的原則 那我們回歸因果 因為其實 像Sony Sony Mobile很有趣 他其實定義 都有做 公司妹的開源授權的訓練 那基本上 依照Sony主要目前的 Directive 的說明 那時候Sony對訓練員工要求 開源授權的測驗 必須要做兩次 第一名 你可以做日文 第二名 你的測驗 今天要做英文 所以你大部分 碰到 resource的文件都是英文 所以 怕你只看日文 會產生誤會 所以我們把英文部分 給各位講 基本上GPL 要求就是說 Pork based on a GPL license 而為 基於GPL的層次 所寫出來的層次 跟GPL領生的層次 這個基於GPL 寫出來的層次 就必須要用GPL SR這個字很重要 我們等一下會稍微 解釋一下 到底層次是SR 簡單來說 你必須要扣起 這個重要的關鍵字 因為很多人的問題 就是說 我的層次去扣GPL 會不會變成我的層次 被他拘束 會不會被他拘束 或是我們今天 看GPL interface 去寫 一個被副下的層次 會不會被安排的 這個其實 在各個環節 跟個案 會有很多不同的解決 可是你必須要回歸到 它是其實一案 如果Best on a GPL 這個 才會去啟動 它的搜尋技術 那第二個 就是我們要跟各位講 如果是GPL程式 你給了Object 你就必須要assource 以前給了Unreform 你就必須要assource 那GPL後期呢 他們是比較 我們講 今天應該有HTC 那大部分HTC 我們只好給VayMind 也不夠 開玩笑 但這個也錄影 就是HTCL朋友 但是我還是去開他玩笑 這是一個非常有機會公安 已經是超幾年前 2010年 HTCL 的Marketing 有的工程師呢 跑到Linus Forum 去發揮一個技術性的問題 那他很大氣 留下他的信像 在HTCL 然後呢 這個論壇的技術管理者 他就問說 Dear Karate 你是不是就是HTC的人 Are you from the third HTC Mentioned here 下面是個新聞 這個新聞講什麼 這個新聞就是說 有開發者跟HTC 要source 他說你們是做 Invented Linux 雖然是Invented Linux 裡面還是有Invented Linux的實機 你Source Code 你好像沒用點 那HTC的回報就是說 我們要整理 我們要整理 大概90天到160天才可以整理好 90天到100時間以後 我們會把Source公佈 那在那之前呢 我們還可以整理 這其實有點多利的戰術 他沒有告訴你 會給或不給 他其實告訴你說 其實我們會給 可是要時間大才給 那早期有些商務過 就是這樣做的 因為如果你完全說不給 那就會改去費用了嘛 那直接升級 那時候就授權侵權的一個層次 對 那在世界各地會 所以受到 法律的糾根 但他第一次說 90天到100時間 才給 那可能有人會等待 有人會不高興 有時間如果 你需要告他的話 你行事程序 要花90天到120 也就是說呢 這根開明的時候 他Source Code已經給 所以 基本上就不會做 這個事情 但是我們講PR 所以這個開高者 他直接說 你是這家公司的話 他就會說 90天到120天以後 我會不會讓你的問題 在那之前 你要靠自己 他說 因為你們公司 給Source Code 總是要撐90天到120天 那你今天雖然問了 一個技術問題 我也會 但是我不想要你 因為你要自己去做 就是GPL呢 他有一個強烈就是 你怎麼對我分享 我怎麼對你分享 你要怎麼對我分享 所以我實在想 他都能吃 但他都不需要 自己去治療 所以GPL的東西 我們用簡單的方式 來告訴你說 你今天可能 抓一個GQ原件 你不管是自己寫的 還是看著他寫的 那只要是說 你這個程式呢 以後呢 開始運作的話 不能沒有這個程式 基本上你就是 看著他來寫 一些溝通性的功能 或者就是說 將接下來 失去的這個原件 你幾乎就已經沒有功能了 那就是要運作關係的一切 運作關係的一切 他就告訴你 你這個叫做 衍生程式 backstop 看著GPL的程式 前衍的程式 然後後續在運用的時候呢 有可能GPL的程式 就不能割捨 這種東西呢 就是說這個 你自己寫的部分 雖然是你自己寫的 可是它是 GPL的衍生程式 所以他標準說 你散步的時候 你的真正程式 你必須要 sourced cover 那GPL呢 還是有些分項 紅色的部分是基本款 GPL2.0 3.0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這個規則 它有比較弱化的環境 你看不看得出來 這粉紅色的 就是比較沒有不好 可是基本上它是有點黄色 叫LGPL 那另外一個更有趣 就是紫色 不知道各位看得很重 所以你看紅的花紫 旁邊 這是紫色的 雖然紅是個基本款 就是照我們剛才講的那個原則 粉紅色的GPL 是比較弱的版本 所以基本上呢 LGPL2.0 它是Library的License 可是LGPL2.0 它就證明比較Laser 比較寬鬆 弱一點 LGPL2.0 6.11 3.0 它是一個比較寬的版本 那LGPL3.0 這個是紅的花紫的版本 所以我們跟各位講一下 LGPL是甚麼 LGPL第一點 它告訴你說 能用LGPL試書的一定是Library 一定是韓式柱 所以中文大會用你直接 比較酷 韓式柱是有甚麼東西 韓式柱就是 你來誤教我 給你資訊的東西 所以Library英文叫圖書館 所以它像圖書館 它有很多的資訊 它定誤教 你到圖書館去找書 它就把書給你看 所以這個POO是定其他的 應用程式或其他的韓式柱 來輸入查詢的一個命令 然後它提供你資訊 那今天呢 你要在這個POO去查資訊 是不是需要參考它的 所謂的成績架構 可能你的Data Structure 或System Layer 你需要跟它的貼近 或至少看過 你才可以知道怎麼查 那這個狀況如果照GPL的話 是不是就是要互動密切 然後是不是你的程式 就必須變成GPL 很多人覺得這太嚴重了 因為它百分之百只是要查資料 就是說我寫了一個Library的東西 然後呢 它可能依照我的Interface 來跟我查資料 但是如果它有參考到我的Interface 是不是變成它自己寫的應用程式 全部都被證成GPL 這個就太嚴重了 所以GPL它跟它所入化的就是說 你透過Linking的方式 就是透過本來Library的Interface 來呼叫它 那就沒問題 不管你是用什麼方式的連結 只要是連結使用都沒問題 所以它說你自己寫的都應用程式 只要是很純粹 依照這個韓式 或本來的Interface 來呼叫它 你在參考的時候 到底要不要給Source 你自己來選擇 因為你到底用GPL 好 快快 好 這時候LGPL的收容規則 不會一定去蓋到這個 所謂的新鮮程式上 但是LGPL 我跟各位講 它是粉紅色的 但是它還有相關的一個屬意 什麼狀況之下 你直接去動韓式庫本身 韓式庫本來可以提供500個資料 你擴充了變成600個資料 這個比較擴充型的韓式庫 或是你把它刪減成 所謂的精簡型的Library 這時候你直接去動韓式庫本身 趕過這個東西 還是只能照LGPL 所以它本身 還是必須受本的 所以如果你動韓式庫本身 你在散步的時候 這個被趕過的韓式庫 是必須要可以Source 譬如說7zip就是LGPL 我相信很多人會使用7zip 因為它是一個很有效率的家姐說 它的韓式不是LGPL 而LGPL其實有相關的訴訟 或時間有限 我們就不講那個細節 那另外一個 我們剛才講的 紅的花子的LGPL 它是要處理Google 或是所謂雲端 我在Google 它的應用方式叫ASP Application Service Provider 就是應用服務的一個提供者 Google它用了很多 OwnSource的元件 可能在Google Search或Gmail 可是它並不是主動 來提供這些元件的程式員 那很多的元件 大家依照推估或是所謂的 揮害 你知道它是GPL 但是Google並沒有給 那Google為什麼沒有給 因為GPL的遊戲為了是 你三個月的Buyer 你才有三個月的提供Source 那Google的態度就是說 你用Google Search 你是不是如果是自傳 我給你的網站連結 我什麼時候提供程式碼給你 我沒有給你Binary 我自然不用給你Source 所以基本上 GPL的遊戲規則 你必須要人家給你Binary 然後這個Binary 其實是基於GPL的 授權程式碼所做的顏色 你才可以跟它要Source 那這個到底很不合理 在6.07年的時候 GPL或者那時候 要升到GPL3 要有個新的條款 大家就非常多東西 特別在討論 有任何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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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呢 在GPL前幾版的草稿 Richard Stone是說 這是要的 你於官室的服務 是必須要給Source 但是後來呢 基金會 把郭文跟很多業界的律師 有加入來討論 他說 你做這件事情 依照著作權法 不一定能夠這樣要求 所以最後可能會造成 你這個條款不被新任 甚至呢 你的商業推廣 你是希望Open Source 可以繼續推廣下去 他可能沒有辦法發展下去 對不起 Richard Stone可能 不會考慮Open Source 他一定是考慮FreeSoftware 但在Open Source 在Richard Stone的面前 不能講Open Source 你比他說 他考慮Open Source 剩餘什麼 跟Microsoft 然後 Open Source是反骨 FreeSoftware 才是這裡 但是我們在這個場次 我們基本上是混用 因為FreeSoftware 跟Open Source 其實 客觀上面 他高度的重點 所以這個時候呢 就有了所謂的 AGPL3 AGPL3是什麼 AGPL3呢 這個搜尋條款 跟GPL3呢 完全一模一樣 只有第13款是不一樣的 那第13款不一樣就是說呢 他告訴你說說 我們把網路服務的 我們凝視視頭 你已經給了Mirror 我們凝視他是給了Mirror 所以這時候呢 你就必須要給Source 所以 HPL3也就是一規則 但前半段 跟GPL3是完全一樣 他告訴你說 你看著HPL3的程式 來寫程式 寫這個程式 就是他的衍生程式 衍生程式 也必須要給Source 但是今天 更進一步 在13款強調說 好 今天呢 你這個程式 即使沒有散步 但是呢 他是放在雲端 然後抱歉 13款特別講 透過所謂的Computer Network 來提供的 就試騰散步 這時候呢 你就必須要給Source 所以他是透過雲端的方式 去數到 那 HPL3的Source 你的文件 沒有你想像中的少 因為其實有 有不少文字券的方式 像CAN CAN 這也是一個像DataPort的 Opensource的專案 然後他是 OpenMontage International 來提供的 那基本上 不管是中央的國發會 或是台北市政府 或是台南市政府 他們的DataPort 用的都是CAN 所以 CAN告訴你就 你改了 放在網路上 你就必須要Source 那另外一個呢 很有趣的專案 叫Boster Script 其實我在說 他在做好工作的時候 有蠻多社群的朋友 問過那個專案 那 他的使用力其實也不低 他是 他可以讓你轉 轉檔 你可以把單純的文字檔 轉成PDF檔 那 他非常的輕小 佔得機體又少 所以很多呢 試驗資源不多的 這個所謂的設施 不用他 Goster Script 早期呢 是用一個Shareware 叫Aladdin License 但是後來 他已經改成HPL3 也是因為他改成GPL3 所以我剛才跟各位講 佔了一個蘇州 是Artifax這家公司 它是Goster Script 現在又有蘇州權益的 商業公司 他去告韓國的一家 叫HandKind的公司 所以因為他已經更改了他的授權 他告訴你 你即使拿來做網通裝置 也必須要Source 那 有些公司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所以就有做了 那這樣的專案 其實沒有你想像那麼少 像 Majonto 很多 國內的資訊公司 是拿他們來做工程 他們公司 我們那時候 Majonto Majonto 是用一個有趣的專案 叫Open Source PowerXL Open Source License 3.0 它基本上跟HPL3.0很相 他告訴你 你拿來做網通服務 你也必須要Source 這是現在有趣的部分 所以我們剛才先跟各位講的是GPL的部分 那這時候我們再擴展到跟其他的Obsource的授權能力 請說 如果說有一個項目突然改變我來設施 對 那我是在它改變之前使用 在它改變之後會影響我嗎 不會 第二 你用原來的舊版本 舊版本 舊版本 我們等一下會有個例子跟各位講MongoDB MongoDB MongoDB是HPL3 可是它在去年年底 改成一個新的搜尋條款 叫ServerSight Public License SSPL 所以呢 嗯 慢慢來我們去做一個Fork 他說 我不能葬禮新的搜尋條款 因為它可以壓縮到我本來的商業模式 所以你既然本來是Open Source的 我就依照舊的版本 另外再Fork成一個新的branch 然後呢 我們就繼續使用這個新的branch 我們會繼續榮耀你的HPL3的搜尋位置 可是你的新的版本 我們不會照單全手 所以MongoDB的重點呢 我們等一下在後面再講 一個重點就是 你是一家新唐農司其實要有的概念 你必須呢 你可以去追它的版本 可是你一定要保有一個 你最習慣的版本 在你的所謂的Repository 今天如果它某個層次更改 或是有些Official 刪掉 斷頭而 你可以用舊的版本 至少會影響到你本來已經使用的狀況 好 那這個我們再繼續來講BSD BSD呢 大家看到綠色 那跟政黨沒有關係 這是大自然接輕盒的顏色 Premistic License 它是可以放鬆的 它告訴你呢 不管哪個環節 放入了BSD 你最後這個散戶者 其實有地位決定 你到底要不要把Source Code 提供給最後的後手 我們所講說BSD類似幾乎 無需無數的自由 為什麼這是幾乎呢 它是有要求一些 但我常常講的就是 就是兩個字 就是C跟D C是Coperator Notice This Disclaimer 意思是說 你用到軟體呢 你就必須要保留 他原來的夫權聲明 你要保留他的免則聲明 這種什麼聲明呢 譬如說 他本來說我是阿媽媽可 或是賈伊冰蒂 我做了哪些表述 你必須要把我Catch 保留下來 那接下來我會寫一些免則聲明說 軟體人質出了問題 不能怪我 譬如說我會刷枝 像之前的Sylinger Mode 跟LanguageOLED 基本上我會刷 這些LSOP的原生系 那那個專案的免則聲明就講得很好 像他說 今天刷枝難免有風險 如果刷不過 或是你的機器死 但變得磚的話 你可能會非常的沮喪 那我們在此聲明呢 不管你是兄弟失和 兄弟細想夫妻失和 或是最後離婚了 或是說你情緒很糟 然後把手去摔壞 這些都不能怪我 所以免則聲明大家的意思就是說 我今天都會受私 是無常沒有收錢的 因為出了什麼事情的話 可能就怪他 所以BSD類別 他只是告訴你說 我一定會有去做一個 我做做人的一個表述 你要保留我的作為人聲明 你也必須要在某個地方去增減 本來的免則聲明 免得出了事 有人誤怪到我頭上 如果你有做了這兩項的話 基本上 你接下來這個軟體的 所有使用都是合法的 那這幾年呢 影響最大的BSD類別 也就是RH 阿珠 阿珠是阿珠收的Foundation寫的Licence 所以很好 但是這幾年 在國際間最大的推動者 是Google Google覺得他大分像 Android的專員 他也收到A關去 你可能會覺得好奇說 阿珠跟所謂的 MIT跟BSD到底差異在哪裡 他其實就是多寫的那一點 因為BSD跟MIT太簡短了 所以很多商業公司說 哇,那個這麼多,看起來好像很棒 可是好多東西都講不清楚 那你可不可以講清楚一點 雖然他其實就是用十倍以上的廢話 MIT跟BSD全部都過充了 但是他還是有做一些實質改變 但明白的提示你說 我們管理授權處理的是Copyright 我們不處理商標 所以商標,這個軟體如果有商標 他是沒有授權給你的 你必須要很清楚知道 你不能跟阿蘭大的商標 APPG有講得很清楚 那另外呢,他有做軟體專利的處理 軟體專利的意思是 APPG告訴你說 如果這是你自己的技術 不管你申請了還是沒申請 你可能已經申請好了 或是你以後要申請 或是你已經申請了 可是還沒頭發下來 只要是你開發指 自己寫進這個軟體的演算法 你就不能去告 接下來合法使用這個軟體的使用者 你先把APPG20提供這個軟體的 後續的使用者也是 照APPG20的規則來使用這個軟體 那你就不能告他專利侵權 所以早期的 Open Source license 是沒有處理專利的 因為大部分是諸多權 但是後來發現說 沒有處理 可是有些專利是針對演算法來合法的 那今天呢 到底我可不可以用 對很多商業公司 就會有點追追瓜 所以為什麼Google特別 對APPG20的侵略評價 因為Google 他自己的專利比較少 他其實還蠻怕被告專利 我的意思是說 跟亞烏里跟Mileser Google的專利算是少 所以今天專利少的話 如果發生專利戰爭的話 他通常是弱勢的地方 那他大局推往APPG20 APPG20有一個說 你今天參與這個專案 如果你把有效法寫進去 你就授權給我了 所以譬如說 Enjoy的Open Source Project Sony寫的 華為寫的 HTC寫的 他其實都有授權給Google 基本上 如果他有專門的有效法寫進去 他就不能去告Google 然後Mileser 2.0 還有一個特別有趣的一個專利 他對專利有一個所謂的 壓抑的一個反制條款 簡單來說 他就告訴你說 所有在這個公英圈裡面的人 不會互相用軟體專利來告 今天如果你告其他的同一個專案 APPG20 你用軟體專利來告他 其他人授權給你 做作權跟專利就可以撤了 就可以終止 意思是說 在這個領域裡面 你不喜歡談專利 所以APPG20做了一個 比較有趣的狀況 所以說完了ESD 接下來我們再進展到其他類別人 例如我上面有註解寫 something best copy left 什麼叫something best 其實就依照某個標準 來執行copy left copy left 是什麼 copy left 我們剛才講GBL 是個嚴格的copy left copy left 其實就是跟copy right 唱反調 你知道著作權是copy right copy left的意思是說 我擁有copy right 我擁有著作權 可是我要用唱反調的方式 把它流傳出去 如果你真的要講copy left 他意思就是說 今天我東西願意給你 我訂了一個遊戲規則 我訂的遊戲規則 你不管怎麼改 有改或沒有改 這個東西 它的原生跟它的原生 都必須要照一樣的遊戲規則 我今天有open source給你 你再丟出去 也必須要open source給你 所以copy left 是一個循環 一直往後趨速的一個效率 那今天呢 Substance的copy left 意思就是說 我們還是要求你 source必須要open 但是我們有一個呢 跟GPL比較不一樣 比較明確的界線 來定義這件事情 所以其他類別呢 其實他也是告訴你說 你把其他L跟source 寫到你的專案裡面呢 最後變成產品出去的時候呢 其中有一些部分 你還是要給source 可是呢 他跟gPL有點不太一樣 就是說 我們能把界線 講得清楚一點 Molita的NPL呢 然後或者Oracle 這些人生涯啦 生涯參考的NPL型的CTDL 但現在這個收容量款 已經被Oracle所寄售了 他們用的是檔案 意思就是說 我本來這個file 是NPL 你怎麼改它都是NPL 但是你今天plug in 另外檔案的方式 你就說那就是你自己 那很多人會說 欸這很好歸避啊 但是NPL的人就說 對啊 我就是希望它很清楚 大家都會不會 所以很清楚告訴你 原來的檔案 那個檔案是NPL 你直接去動那個檔案 不管改過幾首 那個檔案都是NPL的授權 但是今天你另外在寫的 獨立檔案 透過呼叫的方式 在以後的進來運作的 那就是你開發的自己寫 那個你要你自己的商業授權 沒有問題 所以他們都告訴你說 什麼時候啟動Topeepop 什麼時候不起用 我們的界線就是在檔案 檔案可以分呢 授權就可以分了 那另外呢 EPL算是CPL的一個新的版本 CPL是把IBM寫的 IBM把他部分的專案 捐出去成立一個基金 叫Eclipse Foundation 然後他後面有一個Eclipse Project 他用的就是EPL 所以這個基本上他是IBM派的 他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也很清楚有一條線 可是呢 我們很像你用一個檔案 因為檔案其實是軟體工程上面 太容易去規避了 所以IBM就是說 我們用Module 他是有點抽象 可是基本上還沒有那麼模糊 意思就是說 我本來試出 這個模組是處理聲音的 所以你後續對於聲音功能的加強 都必須用EPL來授權 可是今天你自己寫一個影像處理的軟體 跟聲音搭配起來做動畫 然後說可以啦 因為聲音也不像在抽象的音域上 畢竟是分開的 而且實在是 他的所謂的頭面當地區的差別很多 所以今天只要抽象的功能 模組可以分得 他的授權就可以分 所以這是其他類別 所以其他類別其實就跟各位講了 他的Source的部分 原則上是走GPL類別 我們再來跟各位講一下 其他類別他告訴你 你MPL、CPTL、EPL、CPL授權的 你看商戶裡面 原本的檔案是必須要給Source的 但是變成一個Total Solution 你可以用自己商業授權 來提供Total Solution 所以他的作法其實是說 我這一整包都是商業授權 但是其實我類別告訴你 其實哪些原生的檔案是MPL、CPTL、CPL 你如果要這些原生檔案的Source 你可以跟我一樣 但是我們這一整包是商業授權 所以它的Total Solution走的是BSD類 可以完全都變成商業 但是他整包變成商業的時候 也必須要告訴我 裡面有哪些是Copinact 使用者要Copinact的Source的時候 他是可以含藥的 所以說他的Source code的規則 接近於GPL 可是他變成Total Solution 整理方案的時候 他遊戲規則比較像APACHE、BSD或MIT 所以我們剛剛是用簡單的方式 能跟各位講開源授權的分類 基本上你認識三大分類 對於這些眾多的開源授權條款 就有一個基礎的了解 接下來還是我可能要去做的事情 就是Otletchain的專案 我們提供一些挺有趣的文件 像這是英國的一家律師事務所 跟公共公司 他們在幫客戶做所謂的 海洋圓網專案的一個風險性分析 跟精神分析的時候 他用的列表 這列表其實很長 那基本上就是用我剛才講的三根法 他會把軟體分成Premistic 雲端會感染 Copylafter 或是Week Copylafter Copylafter可能有Week 然後有Strong Strong的話就是我剛才跟你講的Street的GPL 那一個就是Strong 然後MPL、EPL就是Week 然後這個就是BSE類的 SaaS的意思就是像HPL3那樣子 透過雲端服務一樣會產生到拘束效能 基本上的分類就是這樣 所以各位會有興趣 因為我剛才講的是一個比較簡單的東西 但畢竟時間有限 如果一次辦很複雜的東西 可能就會亂掉 但是接下來如果你要查據的話 你可以逆到這個表格 來去分析說 你目前抓到這些Open Source 抓到你是什麼設計方式的 那目前日本的團隊 Panasonic、Sony這些智東 已經幫他做了一個日文的翻譯 所以我接下來會有興趣把它翻成繁體中文 另外再使一套 如果會有興趣的話 也會發信給我一起做 所以接下來我們進入實戰 Ezarrock提供給我的PTT考五 基本上除非程式碼完完全全 From scratch都是你自己寫的 不然的話還蠻建議可以先跑一下後續這個流程 Know your code 就是知道你從網路上海的第三方的程式碼 到底它的受寫的狀態是什麼 因為依照過去十年我幫業界做所謂的商務諮詢 很多的狀況不是他們所想像的 這個專案在業裡面告訴你的APA 3 但是也不能完全掉你清心 因為它裡面用的Library可能是GPL 因為它有可能表述只是說 我這個專案是APA 3 代表我自己寫的是原先APA 3 但是它去引用的各個Library 其實它是沒有所有的授權調校的 這種狀況之下 社群專案是不會出事 為什麼?因為社群沒賺錢 所以也不會有房地糾紛 但是一旦你今天是個新創文資 你未來可能會把所有的專案包裝商業產品 你其實就建議你必須要分析細部的專案 所以今天我們去分析的 這個專案裡面的一個授權程式 其實有很多方式 第一個簡單的就是 Due Diligence 自己做好一個很好的開發經驗 你每一頂程式 每個地方運動進來 你都做好一個開發經驗 我之前大商會這樣子 他們問了一個很磁帥的問題 他說 好多Squit 都是網路找來的 基本上呢 我可能就到Stat Open Frail 或是Stat的一些所謂的程式技法 你會想問我們再問一個問題 人家就告訴你 我說 你就這樣寫就好了 他就寫一項程式 為甚麼說人家也沒有告訴我 反正我在網路上找到他 然後我就把這個程式碼抄進去 應該有些問題 你所抄進去這些程式碼 你到底有沒有拿到授權 基本上如果對方沒有講得很清楚 其實就是沒有授權的原因 他基本上只是展示給你 所以像一些他成熟的網站 像Stat Overflow這個網站 他的使用的條款其實有寫 任何人必須要註冊會員 才能在我們論壇上面發表內容 如果你發表內容製程式碼的話 你必須要以自己的名義 用CCBYSA 3.0提供給所有看到的人 那這很有趣喔 我相信很少人會知道這件事情 CCBYSA 3.0依照C條款的調適性 它可以往後擴充變成CCBYSA 4.0 SA是可以往後擴充的 然後CCBYSA 4.0呢 依照去年的最後做個調校 它可以把它轉成GPL 3.0 所以譬如說 如果你在Spec Overflow上面超程式 其實你可以把它當成GPL 3.0的調校 但是我們必須要講 大部分的工程師其實是沒有做這些事情 所以我看到很多的狀況就是說 這邊有很多的發難 譬如說BlackRock現在應該還買得到 不過我之前已經批評過他 基本上他的資料方法還是最齊全 他可以幫你 你可以複線請他幫你灑 所以他的灑的方式就是說 把你的程式碼 跟所謂的線上的 Opensource資料工作比對 最後他會告訴你說 你裡面某些程式 應該是從Opensource專案抄來的 然後他告訴你是哪個專案 風險進口多少 那為什麼我說 我這兩個並不會講 因為很多客戶的狀況就是 他們工程師就是網路抄的Script 所以我掃出來全部都是GPL 那另外有些替代方案像Flexala 他也幫你做原碼掃描 他也幫你做內部控制 或者像ForsaID 這是一個新型的散播方案 Forsaology 那今天基本上 我在這盤課 應該要跟各位講解 就是Forsaology 為什麼 因為他是一個Opensource專案 你直接下載就可以使用 你也不一定 一定要去付費 但是呢 他的approach跟這些 是差很多的 這些當然原則上 都是掃特徵碼 什麼叫掃特徵碼 就是他把所有線上 Opensource的資料 都自己備份成份 然後把它解構 照他的演算法 對網路資料做的事情一樣 你今天下一個指令 要求Google幫你找資料 Google並不是這時候 才上網去幫你卡資料 他其實把所有網路的網站 都已經備份一份 然後依照他的演算法 重新解構 建立特徵 當你查的時候 他是查他的資料庫 查出來以後 告訴你網站連結 Planetag Flexala ForsaID 都是做類似的事情 他們把所有Opensource 的Source Code 給備份 然後重新解構 依照他們的所謂的技術程式 然後你可以把你 專案裡面的Source Code 提供給他的 他就幫你做指紋式的理隊 或是特徵式的理隊 但Forsetology不是 所以基本上這些發案 你都必須要透過非常高 運算資源的伺服線上 能做 因為他要跟所有的 線上的Opensource 來做理隊 Forsetology其實是什麼 所以說 基本上他就是一個 解壓縮程式 你把你抓到的Source Code 丟進去 他就幫你接接接接 解圖小答案 解圖小答案 他用TentownMining的方式 去看他的Handify裡面 有沒有法定授權的文字 如果有 他就幫你抓出來 那為什麼他去做這件事情呢 因為其實是這樣 所有Opensource license都要求說 當你散佈程式的時候 你必須要把 搜尋條款給人家一份 所以今天社群的朋友 基本上他不會違逆這個要求 所以你只要去搜尋 這個檔案裡面 到底有哪些法定搜尋的註記 你就可以知道 這個檔案是什麼搜尋 所以Forsetology很小 筆電都可以抓了 我在看筆電好像已經六年了 連HDRM也沒有 好 但是他可以跑Forsetology 即使現在最新的版本都可以 但是我還是喜歡跑舊的版本 它是一台比例就可以跑得起 所以我的做法就是 給大家做一次看看 比如說 今天PTT Cloud這個程式是放在GitHub 然後GitHub 反正我直接可以clone一份 Dump的一個Zip 就把他所有Source放進來 放進來 放進來以後呢 基本上不會很難 因為舊版本 其實只要在Linux 只要那邊PT-Gate install 我們就可以把Forsetology 安裝進來 安裝進來以後 你只要去改APA去上傳檔案的這個容量 你就可以去使用了 那新的版本 你可以透過 你可以透過Bucker 或者是透過RacialBuck的方式 做一個虛擬化系統 用虛擬的一個方法來跑它 那基本上都不需要Forsetology去安裝 對 安裝以後呢 它就可以透過 好 烈療操縱 欸 欸 來 他在我的店 天啊 我都co-coarse 會打輸入 也是大小小小小小 跳舞伸 這個我打輸入 所以它就是有這樣的東西 然後你到電影以後 它就會告訴你說 你用這種方式的 你用上傳伺服器 或是告訴我們一個下載網址 但最簡單的方式就是給它一個File 給它一個File 譬如說 我都給它一個File 這個好像都沒有 這是我直接抓的這個小小的設定 然後呢 這邊就是一個參數就是說 我要專輯哪些信項 這其實就是說 你要指出什麼名字 Upload Upload Upload以後 它是上傳到你的電腦 如果你這邊沒有打勾的話 其實所有的資訊都不會公開 這個地方就是說 我希望把我掃描的結果 丟到Forsalage網站上讓它公布 所以如果你很想的話 當然可以打勾 但預設是沒有打勾 那這時候你可以去看Drop 所以它就開始掃描 那這個東西 它是你在Untag 在你解壓的時候 這時候有一個掃描的東西 掃描的東西 掃描的東西 你就可以點進去 點進去 你可以先看一下 License Browser 意思是說 我先幫你看一個556 我告訴你 喔 我看到你有一四個檔案裡面 其實高度跟LGPU有相關 你有15個檔案呢 完全沒有任何受選的描述 可能只是一些script 但是有一個檔案呢 它是LGPU 3.0的一個證明 所以基本上 你看一個就知道 這個狀態是LGPU 當然細部的部分 你還可以用列表來看 它就是你用一個檔案 一個檔案 我告訴你哪個檔案裡面 有LGPU的註解 你可以用所謂圈權 或是排除的方式 去排除它的可能性 所以這個刮鞋 交易很高 然後LGPU的Foundation之處 長期的一直在進步的一個專案 但我最常認識它 它現在大概已經有接近 八年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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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LGPU一開始 是HP面部的開發專案 就是HP也用了很多 OmSource的項目 那他們也希望工程師 對於所謂開源的一個 特性的一些掌握跟管理 但後來他們發現說 這個管理程式 不是它一家可以做的 因為OmSource 那麼多家公司在用 所以它的分析程式 他們沒有辦法避免造軍 所以HP後來 把這套分析程式 也把它OmSource 它也是用GPU的軟體用的 所以 我分析PTT Clover以後 它就會顯示很多 不同的專案 譬如說 譬如說 譬如說有個專案 是LMH 我跟你們講快的 Olympic 分析出來 它是MIT的 license 然後另外一個專案 基本上 我這邊稍微講一下好了 這個業內雖然很簡潔 可是我覺得 花一點時間跟各位講 你可能會非常受益 基本上很多商業公司 還不知道怎麼去列這個 我們剛才跟各位講 OmSource的重點 就是你要列清單 所以你今天OmSource 可以用 如果是Token After的話 你本來也拿到Source 再畫出去 你把Source給人家 但是如果是BSD的 或BSD類的 你可能就不需要 把Source Code給人家 這依照你自己的意思 可是 Covid Write Notice 跟Disclaim 相關資訊是要列的 到底要列哪些資訊 基本上就是一個示範 很多商業公司 特別是廠商 其實有個列 要求台灣的廠商 必須要照顧他們方式去列 第一個 你要列的就是專案名稱 project 你不能一個file 一個file去列 基本上就是列專案名稱 這個專案名稱 第二個你要列 它的開發網站 它的開發網站 可能是一個Github的頁面 因為有些專案 其實沒有自己的專業 它的Github project的頁面 就是它的專業 所以這種專案之下 你就列 列 這個其實就是 在 Kithub 對 這個專業其實就列到Kithub 就是它的主頁 主頁面 那有些專案比較大 它有它自己獨立的頁面 所以列這個頁面 然後你要著稱版本 為什麼 就剛才有 朋友問過 OpenSource 史錄 它之後本來授權 就要做什麼 所以你要patch 是你到底用到的是哪一版本 你才知道你到底用的是哪一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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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一開始是比較premisive 但是隨著它世界規模越來越大 它可能會感到一些比較限制性的 像比如GPO或GPO 所以這時候版本就非常重要 因為很多商業公司的工程師 它並沒有吸到那樣子 所以變成說它的公司在 境外在府外發生訴訟的時候 這很難解決 因為它自己都不知道是哪一版本 所以程式你要列版本 然後呢 這款條款當初的上載連結也滑倒下來 那接下來呢 就是列它的license license 我建議呢 除了它的選稱以外 也必須要列spdx的簡稱 我們等一下會跟你介紹spdx 這是它受選條款的全稱 這是受選條款的簡稱 那 Coding Rights Not Discrimination 在它原件的Vid-Me 都會有 就把它抓出來 貼在這裡 所以這樣其實就是做了一個清單 你把所有的這個項目的清單都列出來 接下來用你產品做發布的時候 只要某個地方讓你看到這些資訊 就算是符合 Open Source的遊戲規則 所以這是一個 讓大家去看一下 所以今天基本上呢 這個PTT考人 大部分都是很白題的 Slingman 它是200 Single Academy 它是19 IP Louise 是兩款的BSD Simplified License 兩款 然後呢 它的Sell ODS 就是 可以去做報料出來的 這個是三款的BSD BT3 但是最後最有趣的這個地方 這項是Crum 大家看到粉紅色的出現 它是LGPL 所以這項是透過 Forsalage去做的分析 基本上它分析得還蠻精準的 所以第四項有了 我跟各位介紹一下 什麼叫SPDX SPDX其實都是說 開運領域裡面 它們去交換 因為今天等於是說 開運領域 其實可能是上個月 下個月還有一個消費者 所以怎麼去傳遞 怎麼去列清 那就是一個學問 那變成說 我今天怎麼去稱呼 LGPL 有很多不同的寫法 那今天如果 很多不同的寫法 你去做所謂的Data mining 之後容易出錯 雖然SPDX是什麼 就是說 第一個標準 標示的方法 Soft & Coverage Distribution Exchange 所以你今天基本上 它上面有非常多 Oven Source的一個列表 可以讓你去使用 那你今天如果 一開始就造SPDX 因為它還在做一些 所謂的機器分析工具 你未來是比較有機會 用機器分析來分析 你自身的報導 自身的收權 所以如果你一開始 做一個標準化的一個方式 來做註記 未來進階使用的可能性 比較大 還有一個延伸性的功能 我們等一下會跟各位 請在這邊先下一個助教 基本上SPDX上面列的 都是Oven Source的 簡稱、簡形 所以如果你用的那個 軟體的授權 在SPDX上面找不到 你就要放大注意力了 因為它往往不是Oven Source 不是Oven Source 才會造成最大的 什麼的授權 你等一下後面的部分 都跟各位補充這一點 所以第一個 我們列出清單以後 那彼此的相同性呢 就是David Wheeler 他早期化 但是他還蠻實用的 這張圖的意思是說 如果我們把各個不同的軟體 授權寫在同一個檔案 他最後就是 照這個方法去轉換 所以把它下去 你可以變成LGPL3 LGPL OLED version 可以變成GPL3 LGPL跟GPL 之間有個寬到緣的轉換關係 你可以在同一個版本裡面 把LGPL改成GPL 可是這個過程不能逆轉 寬的可以變延的 延的不能變寬的 LGPL2.1 可以變成GPL2.0 但GPL2.0 不能變成LGPL2.0 LGPL3.0 可以變成GPL3.0 所以這張圖其實告訴你 你哪個先進走的方法 你可以讓它往後走 越往後走 就是越延的 但是起來同一個版本的狀況 可是除了通訊表以外 我用一個比較卡通的方式 跟各位講 在同一個專案裡面 包括搜索園 就能展現哪個方式 第一個 水果不容 如果你把所有的研究都寫成一個 所謂的Bi-Roof 或是一個可執行單 就是說它授權狀態 必須要合理 水跟火是不會相同的 因為呢 如果兩個條款都是Covid after Covid after是說 你寫了我的 你要照我的 那今天如果你把GPL跟EPL 寫在同一個版本 他們彼此會打架 但是不相同 這件事情是不能做的 但另外的方式呢 叫蛇分像 什麼叫蛇分像 這根深圈活力的小王子 我很喜歡這張圖 就是小王子從小 也畫了一張圖 給大人看 他問大人說可不可怕 大人說一個帽子 有什麼好可怕的 然後他說其實我畫的是這個 一個蠻蛇 大象吞到肚子裡面 你從外觀看 只會看到 大象 看到蠻蛇 這個其實是 跟各位講 Covid after 可以把BSD給吞掉 基本上 或者是商業授權 你可以把BSD給吞掉 所以這個其實是很多商業公司 擔心的 叫火燒的團場 就是裡面有用到一個GPL 就全部被吞成GPL 這個理論上是有可能發生 為什麼 我們去做第一個 GPL敗訴的首例 是從德國 是DELIC 台灣的德國子公司 巴德投籌 那他們敗訴了以後 他們敗訴了以後 他們就要他們把程式交出來 那時候他們就很誠實 說沒辦法 那很多敗訴 為什麼交不出來 他說 因為我們的Source Code不見 他說我們內部 並沒有做一個Version Control 所以想定賣出去以後 工程師離職 Source Code就不見了 然後他說 那你們之後有文件嗎 他說 也沒有 我們那時候是很髒的方式 把他寫在一起 讓他給握個就好了 所以這件事情 你說為什麼 你覺得呢 就和解嘛 就是對方給一個 匯解的寬限期說 我給你半年了 你半年了 重新還原你的開發文件 然後呢 把程式編碼 重新寫出來 哪些你認為可以給我的 就把它列成是 IP-table的延伸著 哪些你認為不可以的 你就透過老體工程的方法 來解釋為什麼它是獨立的 所以這件事情 就是它得了一個寬預期 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 我常被國內的產生警告 就是 具備有這個東西 你明知道它有居數性 可是如果你要把所有東西 洗在一塊都分不清 那當然最後 如果發生訴訟的話 是非常不利的 但是如果你在開發階段 就知道 哪些東西可以透過 護照程序 或者說 放在不同的晶片 去跑 那它的軟體工程 有所區隔 那其實 它的判理 就會有所區隔 我們剛才也有 區別有輸送那裡 有時間做很多的說明 我稍微講一下好了 這很有趣 真的等我當你知道 FREE APAC的UDF 簡單來說呢 剛才有的LGPL 是不回家公司用的 然後這個公司聲稱說 原本不一樣 做作人就叫他 說 你這個分位裡面 包含我的LGPL library LGPL部分 你總是要給sauce 但這家公司就說 我全部都抄在一起 我分不清楚 然後最後法斷就說 那這樣子我只能 才是你把所有的分位都open 他說因為 依照LGPL授權的規則 LGPL衍生必須要open source 或是至少 它本來的部分要open source 那如果你自己都分不清楚 到底是哪一塊是哪一塊 那沒辦法 這只好才是 你全部都open source 最後這個也最後一件解決 因為其實原本沒有要那麼多 原本要的是說 我本來LGPL部分要給sauce 我直接衍生的部分要給sauce 但大家沒想到 背靠的是在公司這樣說 我自己都分不清楚 到底哪一塊是哪一塊 所以之前的庭訊法官 就才是說 那全部open 然後他們說 等一下我們再商量一下 所以最後就是合結 基本上的合結 所以這樣合結 其實就是另外會講說 集中狀況之下就會發生 可是你稍微有開源授權的管理概念 你只要把開源授權的管理概念 導入到你專案開發裡面 這個其實是會發生的 從過去到現在十幾年來的開源軟體書中 我所看到的 我不敢做選布 但是至少我看到了 大概七八十個包含的結案 沒有一個做作人是聲稱說 你任何東西用到GPL 你就整個氛圍也不需要用GPL 沒有任何一個權利的你這樣要求過 但是 如果你本身在軟體開發上面 太漫不經心 沒有紀律的話 這件事情是有任何發生的 那這是Ludels7的安裝業 那這些叫所謂的蘇格權生命名 他也會告訴你 我其實裡面有很多MITPS的元件 我全部把它吞掉 因為這些獸犬只告訴我 要保留他的蘇格權生命 跟蘇格生命 我就可以整包掉我的商業獸犬 所以成功這樣用的商業獸犬 把所謂的Permisive License給吞掉 第三個部分叫施虎 基本上它是自然界的異形 然後五根獅子可以結合 他們剩下的下一代 基因只有缺陷 他的體型更不壯壽 可是他的遺傳疾病 會非常嚴重 而且會有一個智能癡狀況 所以這個我只能跟各位講說 你今天如果把Permisive License 組合起來 重新訂一個新的條款 也可以 他沒有禁止你做這些執行 但是 因為Unsive License現在已經很多了 如果你做這件事情 的話 基本上這個專案的生命就到期了 沒有特別理由人家不會用 因為其他人不會花時間去看 你到底是什麼樣的特別的授權 最後一個狀況其實是 阿溫的商業公司想要達到的狀況 牛肉居肉 我們知道 純牛跟野鳥 牠可以平安相處 純鳥在牛的背上的時候 牠比較不會被大型的多食性的動物攻擊 因為這時候要攻擊 他需要攻擊牛 有時候比較大型的 另外呢 水鳥呢 牠可以幫水牛捉走一些計程床 所以這是一個自然界的故生狀態 所以這類的通常是BnC類 跟其他類的NPL 它其實呢 他們可以包在紅的專案裡面 彼此不一定會取動這個授權拘束鏡 我們再跟各位講 EPL跟NPL 它其實有它的所謂的自己的界線 依下的檔案或是Module來分 所以今天只要你這個固定的界線 操作得好 甚至有GPL 它透過Nating的方式都不會啟動 所以這是大部分期待的狀況 重點重點的 今天沒有時間細節 但是也必須要有概念 Ware the fine interface 你必須要按個公共的介面 來證明你自己覺得的程式 跟你所引用的開源程式 其實只是獨立的課題 所以我們回顧一下 我們的一個示範的一個案例 PTT ID Cloud 它有這麼多的人件 其實你可以看到這些都是綠色的 但是有一個粉紅色的 所以有用授權處理的方式就是說 你這邊可以折分一下 你這邊可以全部都轉商業授權 或者就是說 你可以這邊全部都變到Hashii 因為Hashii可以課票來MIT 可以吞到BSD 你可以把它變成Hashiii 或是變成商業授權 然後這一塊呢 你是拖不掉 所以等於說 操作Solution的時候 這個部分也可以不回Source 可是它跟LGP用怎麼溝通 你要給文件 LGP用本身 必須要給Binary跟Source 你可以同時給 也可以應要求以後再給 很多的商業公司呢 他們的態度是說 我這個列清在告訴你 裡面哪些是Copylafter的 當你要的時候 我再另外燒光碟給你 因為不是所有人都需要Source 那有一種方式其實是 如果它搶你出去 本身只有安裝光碟 那這種的時候 他們可能就是Binary跟Source一起給 因為反正已經有光碟了 只是說容量多 容量少的問題 所以這是一種注意方式 把BSD的 全部包裝商業授權 所以今天這個產品 在運用的時候 這次說商業授權費 可是這部分 必須要特別標示出來 它是LGP的 然後必須要告訴人家說 要Source 可以給Source 這一塊 那另外的方式呢 如果你希望它是一個 百分之百的社群專案 你只能這樣 你可以用每個GPL 把這些全部都吞掉了 所以這個全部都吞掉了 然後呢 最後的PTP IP Cloud 全部都是分為GPL 或者是 這個其實才是 大部分的狀況 所謂的清淨無為 因為理論上 各個專案都是獨立開胞 所以很多社群專案 好像有說 我也不好意思說 誰吞誰 那今天我會告訴你 反正我有給Source 我整包給你 我不會告訴你 他推論他 他推論他 反正我很誠實地標註他 臨時的狀態 你最後商業使用者 你自己學調校 但是這個其實 今天如果你要拿 OBEN Source 來做新創 你就必須要處理這件事情 因為今天社群的開發者 他的態度 第一個 我都給Source 我直接那個專案 KIP-HOP的專案 就在那裡 所以每個原件都有列出來 所以我告訴你 他一定始終開始死了 那今天 用Source構存在的時候 基本上大家也會有爭議 為什麼 因為每個原件 每個原件都是獨立開發的 沒有說 其他原件一定是參考 這個LGB 還試不洗出來的 所以放在一起 其實有點像倉俗的概念 但是今天 如果你真的要把它 compile 或是包在一個執行檔的話 那你商業使用者 就必須要去做後續的思量 就是你要的是這個 這個 這個也是可以拿來做商業授權 RGP並沒有妨礙你做商業收益 可是他告訴你 當你的商業客戶 跟你要Source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給 所以 基本上有這幾種 有變方式 今天我講課 複雜的東西 可能大家會覺得比較迷惑 那我們先下一個名字 基本上當分商業公司 可能會問我說 我怎麼去區分政策 就是說 哪些Win Sources可以用的 哪些Win Sources可以用的 哪些Win Sources可以用的 所以一個基本原則 他必須讓他的工程師 辨識出 你們對於這個太空元寶的 一個軟體的使用 可能是內部外部 還是儀端 因為今天基本上 內部使用 是不會啟動GPL遊戲的特性 他不會要求你 必須要提供Source 因為內部 你就沒有對外部 所以內外部 就是可以做的區格 今天如果你這個專案 純粹是內部使用的話 其實基本上 所有Win Sources可以用 今天如果你是外部使用的話 就看你的公司政策 公司政策就是說 人家本來怎麼open給我們的 我們就都可以open 那你就全部都可以用 那今天如果你要求說 如果是給COVID-19的那部分 那你跟你的公司講得很清楚 這種狀況之下 原則上就不要用GPL了 因為你的擴散範圍不好抓 所以這種態度的公司就是說 GPL我們原則不用 如果你要用的話 你就要另外審計 但是我們基本上 NPL EPL 或是APAQ的 BSD都可以用 那流氧公司是非常清晰 清別的說 這個產品線跟我的know-how 高度相關 我就是不想要他有任何風險 他禁絕使用任何open source 有可能 但是 不是所有的產品都會遭遇 因為現在他跟公司其實他的態度就是 這個產品如果大家都會做 那就是大量只用open source 只是把產品降低的問題 那除非你這個問題 真的你這個方案真的有獨得之密的話 他才要求說用這麼尖僻清理的態度 那另外一個就是要注意一下 新的open source的授權 其實是有針對雲端來做處理 所以你不是單單看內部外部 你要看他是不是有一個雲端特性 因為有時候雲端特性的條款 會突破內部 而達到外部 所以基本上就是三個人之下 他必須要照內掛部 跟雲端的特殊處理 然後跑過一個checklist 基本上就可以確定 到底能不能去使用 那今天的ROCK說 之前有人提到一些問題 我針對提到問題 先做一個說明 有一個朋友問的時候 Libber Office, Inkscape跟Chimp 授權的差異 是不是 我必須要跟各位講一下 它基本上都是covid after Libber Office現在是NPL GPL 3.0 Inkscape這個相關貴圖的軟體 是GPL 3.0 可是呢 這是在於說你修改它的軟體本身 才會發生效應 你今天只是拿它來畫圖 你所畫出來的圖 百分之百是你自己的 今天改做的技術 就原著作定為創作 但是今天你如果單單只是把它當成工具使用 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你今天不會因為用了微軟 微軟的Microsoft Office 的Word 這個程式來寫文件 就讓微軟變成這份文件的權利 因為這個時候它只是單純工具 所以這種狀況之下 這些開運軟體都叫單純內部使用 所以單純把它當作工具使用 它的授權條款不會影響到你的這個藝術裝作 另外 幫你再問 問問題好大 然後自己還不知道 使用開運發展商業服務的相關注意事項 天啊這太大了 根本就是 我也能提點一下過去 該月的一年之內 我跟我的商業合作的客戶 最密切互動的這些重要原則 可能對各位也適用 第一點 如果你是新創公司 如果你是一個小的開發團隊 你必須要自己的打個控制系統 你內部的CORN 非常重要 HorbanSource基本上 都有這些原則 非常從授權 不會撤毀 授權金但是可以收費 不做得更好 不限制你的使用目的 時間地域跟範圍 所以今天呢 你可以用Long-Term的方式來看 就是Linus Japan 他們下面有個特別的群組 叫Long-Term Support Initiative 大部分是日文的廠商在回座 為什麼日本廠商有這個回座呢 因為他們說 今天Linus Kernel的版本更新的很快 但是我今天賣一台多媒體播放器 或是賣一台電視 它是Inbated Linux沒有錯 但是我不可能一直更新它的Linus版本 那如果我用自己公司去更新 固定的Linus版本 它的回顧分量非常高 那我們怎麼辦呢 日文廠商就說 那麼合作 Panasonic出兩個人 Sony出三個人 NEC E-Touch 各出兩個人 那這些人呢 只要在這個專案上合作 不算違法公司的保密協議 因為全部都是做One-Source的 所以等於說有個Bug提報到Detach Detach結了 那接下來 Sony那邊有更新 Sony那邊也得到注意 那Sony 某一個Patch Panasonic那邊也可以設備 所以它就Long-Town Support 就透過商業公司 個別的合作 來建立一個場景支援 這個東西呢 一開始只是 日文廠商想來做那個多媒體播放器 可是後來越做越大 最重要是 比如說Yachtro 或是跟所謂的CIP 這是做水衣發電廠的 水衣發電廠其實也有用到很多Lanex 但它必須要很穩固 所以這點東西都必須要長期支援 慢慢到有合作的態度 所以各位必須要瞭解一個重點 你所用到的 如果你要用的是Open-Source 你就必須對於Freeware跟Share-Wall 就必須對於Freeware跟Share-Wall Freeware則是單純的免費問題 它告訴你可以免費用 可是它不代表你可以改 也不代表你可以用在商業模式上 Share-Wall意思就是說 我可以讓你試用 可是其實有時候 你開啟一些商業的進階方案 它是要付費 它也限制你的目的 這個跟Open-Source是不一樣的 所以最寫真正的意思 就是Oracle的JDK Oracle的JDK 那麼多年以來 其實都是Share-Wall 它的授權條款告訴你 國裡面有些功能是Commission Feature Commission Feature 這個意思是說 你開啟這些feature是商業環境之下 你一旦開啟它 你就必須要付商業的授權費 所以你可以拿這個程式去研究 你可以拿做Portite 你甚至可以拿做商業的展出 來看人家願意投資你 但是一旦真正進行商業收益行為的時候 它告訴你 你必須要付商業的授權費 所以這個是Share-Wall 它不是Open-Source 但是它還有Open-Source的版本 Oracle有一個Open-JDK 它是GPL加上Cons as Exception 這個才是真正的Open-Source 那這個態度呢 在去年Oracle 最新的版本Jargo11 它做了一個調整 因為它之前其實強增了 非常多的商業授權金 意思就是說 它開放 它就發出很多的茶器隊 去茶器人 它到底有沒有用到Oracle的JDK 當它查到以後 其實警告信 其實警告信以後 就必須要坐在那個公司追腳 還滿發握的商業授權費用 它做這件事情以後 確實賺了不少錢 可是也產生生態的一個逆轉 很多公司付了錢以後 就跟他們公司的相應說 不准再用Jargo 這是真的 我所接觸的12家台灣公司 就12家收到警告信的台灣公司 其中有8家 已經禁止他們公司繼續用Jargo 他說你看跨平台 你還是有其他的方案嗎 Oracle這樣的方式 所以他認為是負責性太大 所以他入口收入這波的錢以後 他也發覺說 好像有點殺雞取軟 我們事實在被突然掉RD 在去年Jargo實際做了一個很大的調整 他就說 以後我們的商業方案 我們只會提供給訂閱的客戶 你不會在網路上下載到我們的商業方案 你不會下載到我們的適用方案 所以大家都批評說 你們說試用的 我們也不知道我們就用 後來過了幾年 你就跟我們要求這麼多錢 所以他就說 好了 你至少做到一個程序 加到10億以後 我們的商業客戶的服務版本 只會給商業客戶 所以除非你是他的訂閱客戶 你不會得到這些更新 他說你在網路上可以抓到的 那就只剩OpenSource的版本 OpenJDK 那你用OpenJDK的款 你就用OpenJDK的遊戲規則 所以OpenJDK 他是用GPL2 但是他有個放寬 叫Clust as Exception 意思是說 你透過Linking公交的方式去公交 你自己的Module不會產生局數 所以有點像台路GPL 他有放寬一點 所以各位都是必須要了解 你接下來 基本上你還如果繼續用那種訂閱的JDK 的話 其實你是一定會要求付費 那有些公司 像ZuzuJDK 他的開運哥說 我就是拿網路GPL2 Source的版本服務你 但是因為我收的是服務費 然後我告訴你說 GPL2遊戲規則你去遵守 所以你付給他的諮詢費 他收的比較少 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各位必須要清楚 但是我們了解一點 就是說 你可以被自由使用 自由散佈 不限定使用目的的 才是真正的自由 或是Open Source 自由快源能力 今天如果他有限定使用目的的話 他就過不了Open Source 所以最終的 JDL要做提醒 我們做一下提醒 好 從去年開始到現在 有很多Open Source的 一個所謂的Folking License的Folking 而且他們Folking出來 都不是Open Source 所以你很多年會附會 他是Open Source 但其實他不是Open 例如說Redis Module Redis Module Redis Module 它過去很多型是 它的核心是 Synco BSD 很Permissive 過去他們這些Module 其實也是Open Source 來提供 有的是HPU和Site 有的雖然也 可是它是Open Source 可是去年他們做了一個事情 他們寫那個Maker 幫他們寫了一個新的東西 叫 Common Cross License Condition 這麼高興看起來 像License 其實是Condition 它是一個限制條款 意思是說 我今天用Open Source給你 它是HPU和Site 可是我加上一個付款 這個付款告訴你 不准拿來做商業使用 即使是技術諮詢顧問費的不准賺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就是 Common Cross 其實不是Issence 它是Condition 它是限制你的使用 那 這件事情 為什麼他們要做這個事呢? 因為他們說 很多人都是占便宜 沒有Open Source好 要我們就自己拿去用 但是我們付出很多心血 我們沒有辦法 把我們付出來的時間給回收 所以他們的意思是說 我們還是願意把Source給別人看 我們還是希望社群可以用 可以提包一些Bug給我們 但是如果單純是搭便車的商業通知 我們不歡迎之後 我們會禁止 你對我們的Module做商業使用 那這件事情其實在開運軟體領域 至少在授權界 多數的研究者是不歡迎的 為什麼? 因為造成混淆嘛 Open Source的重點是 我當我知道它是Open Source 使用就有信賴 我知道授權 它以後可能會改版的 但是我只要是 鑑定在這個版本 我永遠都可以使用 所以它是代表這種永續開發的概念 可是今天你接 你用了CCLC的話 就要造成 很多工程師看不懂 看前文就是BSD 看前面就是GPU 可是我怎麼知道 你再加上一個CCLC 所以這件事情呢 所以我們 Redis這個團隊 Redis Lab這個團隊 他有出來 他們後來就說 好啦 謝謝各位前輩的指教 指教就是罵他 因為他們得到很多的批評 所以他們就說 我們現在不會再叫 我們這個授權是Open Source 我們改革名稱叫 Source Available Hicence 我們沒有說它是開源的喔 我們只是說 圓滿有分享給你看 Source Available 所以我們也不會用一個 既定的授權條碼 來搭配一個副寶 那這樣子會產生副寶 就是第一個新的授權條碼 RSAL 那當時呢 這個大家必須要很清楚了解 它不是Open Source 它只是讓你看到Source 可是它告訴你 商業使用是不行 另外來說是MongoDB MongoDB 由於版 它用HP3 一般來說已經夠年了 譬如說我們的U-Bank 它的那個 桌上站的資料庫 就是用MongoDB 為什麼 因為之前不是有一個人 被抓的嗎 就是MongoDB 就是U-Bank的工程師 被創改的資料 就是要報索他的上司 然後最後那部新聞 爆出來的頁面 就是MongoDB 大家都很清楚知道 那U-Bank的桌上站 到底有沒有給Source 沒有 從來沒有 但是他們也很清楚的解答 因為HP3 三次會議員說 如果你改了 又把這個資料庫 拿去做網通服務 這時候就必須要 把改過的程式 提供給網站的使用者 那U-Bank的公司 他們很大氣的說 我們技術能力不高 我們從來沒有改 我們只會是挑戰 正常的一個輩子 呼叫我們需要的資料 所以他說 原來那個版本 我們一行也沒有改 我直接 基本上給你版本 然後你上門去抓 那個資料庫 跟我用的時候完全是 所以他們也沒有提供 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MongoDB這個公司 他是專業 他有實商業公司 他就很苦 他說 我覺得我賺的還是不夠多 然後改靈性的授權條款 叫Server-style populisers 基本上他的內容 也跟ABACH很像 但他今天鋪天的概念 告訴你們 就是說 任何的使用 就是 都是必須要提供緣碼的 那這個其實也引發很多的爭議 但 他到底是用不上open source 其實他有 他有跟OSIT提出申請 但是據我手機 那部消息是後注 因為爭議是不是塞太大了 他的意思是說 你只要沾到我的城市一點點 或者說其他鋪叫 那些東西 全部都要跟open source 全部都要跟source code 所以這個真的就是 火燒聯合的船 但是我剛才跟各位講 過去幾年來 大家的共識是 我看你們的城市寫程式 這支程式 我必須要把它open 照GPR 如果是照GPR寫 可是今天 真的我只是 單純參考你的interface 把我自己獨立的專案 跟你的專案 都在一起去運作 那只是功能性的構想 那 他現在Server-style pop license 突破 大家原來的這個原則 所以 今天基本上 還沒有給他正式的肯定 說他是 on source 的 我自己的了解是 應該是不會讓他通過 open source definition 因為他 其實是禁止別人 普遍的去使用 所以給大家一個概念 你今天要確定 你用了這個open source 最簡單的方式 你還是要看他在 網站上面 有沒有這個條款 另外一個方式 就是我剛才跟各位講 SPEX上面 有所謂的縮寫列 基本上是open source 如果你在那邊找不到的話 他也很可能是這種變體 要告訴你不准 就商業授權 好 這是一個方式 繼續跳過 所以最後 其實就回復到 大家剛才的問題 就是說 欸 open source 改授權的可不可以 像Zen 我就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Zen 是一個虛擬化的作業系統 他小而美 小而巧 但是他有一樣的問題 就是說 我們open source的版本做得太好了 所以我們收到的其實很少 大家直接要open source的版本 所以他就聲明說 告訴各位喔 我們到7.3的版本 我們會把很多好用功能都刪掉 這樣用這種方法 我們沒有一盟 沒兩盟 就是拜託你 付費來取得 但是他也告訴你們說 這件事情 我就是公告 我要什麼時候要做 那你今天認為 不想被人搶到的話 請你馬上去can 保存我7.2的版本 好好維護那個版本 那個版本 我們不會再維護 可是你永遠可以 用他原來的open source的設計 繼續使用 所以這是open source的遊戲規則 這樣子呢 才能建立所有option使用後的講法 所以今天應該是先帶一些概念 跟搭檔一些實際上 可能會發生的狀況 但畢竟兩個小時的時間 是非常的有限的 我先看一下 我們現在網站上面 有沒有問題 這個 這個 班農你好幾歲 43 哦 所以這個是共鳴嗎 對不對 對 認真讓我做彼此 哦 誰做彼此 所以現在是 沒有啊 沒有發文 沒有發文 沒有發文太好了嗎 所以沒有發文 那現場有沒有發文 有些問題想要提出來 我們會有一點時間 我們會有一點時間 換到九點 嗯 我要問那個 OTDL的問題 嗯 就是 我拿openstreetmap來理 就是說 如果我們從OSM下載 它的資料 對 因為它的資料 不符我商業問題的使用 所以設計了一個 framework 就重新把 OTDL的openstreetmap 塞進我的 framework 然後賣個客戶 那這個時候 我賣個客戶的時候 我的license 是不是也要把ODBL放進去 嗯 那以及再加上 我針對這個客戶 克制任性的功能 對 因為我不允許它 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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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Open Data Based License 它管的是資料庫 所以今天基本上 有一個原則 我們先講清楚 ODBL 它講得很清楚 如果資料庫重置 你就會去找ODBL 但是一筆兩筆資料的萃取 那叫事實資訊的調取 那不會產生任何的影響 但是你這樣的狀況 應該是整理轉 整理轉 它要求說資料庫是 Open Database License的 永遠都是Open Database License 其實它就像GPL一樣 所以說到要求的是 你可以拿來做商業行為 沒有錯 就像這隻手機一樣 這隻手機裡面 有GPL的所謂的電話客戶 所以你可以賣這個手機 你可以賣Total Solution給你的客戶 可是你必須要告訴它 裡面的Kernel是Linux 然後這個Kernel是GPL 如果它需要 Open Source的相關的 原來的程式員 它可以跟你要 那今天等於 你Total Solution給你的客戶 你必須要說 裡面的地圖資料 某一個資料庫 是Open Database License的 如果它要的話 你可以把它原來的 所謂的Source的狀態 提供一份給它 這樣其實就可以了 所以 Open Source的東西 是可以拿來做商業利用的 其實在Open Source的Defination 所有的Open Source 都不能禁止商業使用 但是它有個別的 一個限制性的條款 你還是要去複合 所以像Open Database License 其實它就是有點像是 Database領域裡面的GPL 但它要求說 Database領域 必須要能夠依照 請說 就是我使用到程式裡面 我叫AGPL 那我之後只要商業賣的時候 我只要把程式買給別人 這樣就不適合吧 就是AGPL的部分 對 就是Source的部分 假設我沒有給它 它要Source 我沒有給它 這樣我才是為好 對 你不用 GPL和AGPL沒有要求 一定要同時給的 可是它要求說 你在交負責 Total Solution的時候 你就不需要列清單 列清單 就不需要告訴人家哪個部分 就是HPL的 它沒有要Source 是可以跟你要的 那當它跟你要的話 你就要給它 如果你不給它的話 當然它就可以找原來 開發者的申訴 那可能原來的開發者 就可以寄幾個標籤給你 老師 如果說 我自己選擇 Linus Stryker 那我Linus Stryker 自己可以邀 XO代理去保證它 老師 再講一遍 我先 這個 先 好像沒有要正常 我要抓它 然後有大聲音 如果說 我自己開發了一支 Linus Stryker 對 然後我的Linus Stryker 可以讓使用者 透過DL的方式 去 XO的方式去code它 對 那我的DL需要分手 你算這個Dryker嗎 對 跟我的XO的Source code 另外一個是 如果說 我把這個樣的Solution 給我的客戶 我的客戶會一直用XO 去運用它的東西 對 那我的客戶是不是 需要分手 這個問題 大概在2005年到2007年 討論的只是具例 基本上 Linus Stryker 的態度是 所有具於Linus Stryker 都必須要是 Open Source 都必須是GPL 但他也意識到 很多人 其實有點透過 把一些東西寫到AP的成績 透過可能 另外區別的方式去叫 那他本身是說 他覺得這很無聊 因為會增加你開發的難度 有時候 其實發生大美化的秀 他自己是不爭執 但是如果你問他的時候 他會說 你這個Dryker 就是寫給Linus用的 所以 跟各位報告一下 那時候 剛剛為什麼特別強調說 要看的是 Based on 那句話 Walk-based on the GPL License 它其實是個抽象 那這個規定其實在 我們作為選法的六條 美國作為選法應該是 在議論的第二條 他的態度就是說 我們法律上面其實 沒有特別定 哪一種技術互動 其實不產生點神 或者不延伸 可是抽象定義的是 你必須要參考原來的程式 才能寫出你這個程式 其實他就是延伸了 所以我常常舉個意思 比較簡單就是說 今天大家的文章是中文的 你把它翻成英文的 英文翻成法文的 它就是延伸 你必須要等到改做的授權 因為你看不到他原來的文章 你其實沒有辦法做新的翻譯 今天人家要編文章三萬次 你把它做一個三千次的精簡版 那也是要改做 因為你看不到三萬次 當然沒有辦法做精簡 所以 Linus 頭髮子之級簡 是說 這個就是他們看小說一樣 你要看第一集 才看得懂第二集 看得懂第二集 才看懂第三集 那個就叫延伸 所以今天如果你要寫人家的第四集 你必須要得到前面三集的同意 所以他說 今天如果你真的一定要參考Linus 科目才能寫你的Drival 他說 那不管你用什麼方式調取 我認為那都是Linus的Drival 都是GPL的Drival 他說 Trop 12話子的意思是說 你可以把自己的名字 放在這個Drival上 說你是著作人 可是他希望你用GPL2的方式來散步它 所以今天不管是你用點的時候 或是今天他可能是 就是把什麼樣的取得方式 對Linus的說法子是一樣的 那只是說 他不喜歡訴訟 前天他在歐洲的Kerno Summit 曾經有做一個內部會議 那就是要討論Linus上面 有人一直提出訴訟的問題 當然那次會議很有趣 他就是公告 所有人都可以參加 可是他說純律師不准參加 所以如果你只是懂授權 不懂程式寫作 你不能參加 他說因為律師就是會把事情弄得很複雜 他說 但是今天如果你是又會寫程式 又懂法例 又律師 又不能參加 所以他的態度其實就是說 今天OpenSource 如果是一個好的方式 廠商不一定不會去違逆他 因為他說 今天如果你的Drival是可以 造成其他人都可以從Linus更新的 獲得好處 廠商應該會比較希望把自己的Drival 所以這是他的做法 他想過這方面的努力 所以 我能回答你的 只是說 這方面訴訟很少 因為Linus不喜歡訴訟 所以他會精神號召 很多的Kerno developers 其實是不去做Drival的訴訟 可是如果你真的要問他 他會跟你講說 今天如果你的Drival 就是看著Linus更新的鞋 他說 我會告訴你 我認為 那個就是GPL 那只是說 會不會有訴訟 那是另外一個詞 好 請說 想要知道GPL2.0和3.0的主要差 一個是1991年 一個是2007年 所以大概差了20 或是接近20 還是差不多20 對不起我算數不太好 差別在於說 其實還蠻像的 可是很多GPL2.0的 懸而未決的事情 GPL3.0有無從解釋 因為2.0是1991年 所以那時候網絡網路還不涉及 所以到底要怎麼給Source 2.0完全沒有寫 2.0的想像其實是 你必須要燒光碟 或是放在一個USB Sticker 去給人家 所以其實2.0條款裡面 並沒有網路散佈這回事 可是3.0就寫進去了 所以早期在美國的一些訴訟 甚至有些警告信 可以借給台灣的廠商 就是說 你這個產品沒有燒光碟 也可以Source 雖然你有放網路下載 所以2.0是沒有處理網路的 簡單來說 2.0大家那時候討論 沒有電路的東西 大概就是通過3.0來處理 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3.0有擴充到 處理到軟體專利 因為2.0那時候 純軟體性質的專利 全世界還沒有 可是3.02007年的時候 很多軟體專利 都是在演算法上面 所以GPL3.0做了跟 Apashq.0類似的處理 告訴你說 如果你自己把演算法 寫到GPL3的程式裡 那今天其他人 只要是合法 專手GPL3的規則 來使用這個程式 你就不能告他專利解決 所以應該是說 他有這些項目的補助 因為他還沒有 M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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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太複雜了 我可以稍微講一下 有一個有趣的例子 就是 美國有個家公司 它是專門理器上格 基本上就是 它可以幫你 預錄你的電池 就是你沒有空 跑回家去看連戲劇的時候 它可以定時幫你錄 而且它可以AI化的 把廣告的預料 讓你加班回來 可以直接看那天晚上的影機 就是Tiro Tiro這個程式很有趣,它是Embeded Linux 它有給Source 因為Embeded Linux是GPL 所以SourceCourse必須要給 它上面有DRM 只要偵測過,機器已經被改過了 不管你改好或改壞,它都會讓它變磚 就是你只要一動機器,它就變磚了 所以我們知道變磚有時候是你改壞 它怪不了別人 可是有時候你完全沒有改喚 但是它DRM就偵測說 我這個機器已經被動過了 所以它就不動了 後來人家把這件事情報給Richard Storman Richard Storman就很生氣 後來他們有去溝通 Tiro就說,你居然說要給Source,我會給的 我不是沒有給的 他只是不能跑 Richard Storman就很生氣 可是同樣的一件事情 我曾經去問Lennard Storman 所以那一年Lennard Storman 跟Richard Storman 在網路上面很熱烈的問候對方 就是很不好的話 Lennard Storman 是一個比較實際Practical的人 他說 因為我想像不說GPL要求人家給Source 還要求在同樣的機器裡跑 那你要讓廠商怎麼去建立他的 business model 他說Source給了你 你可以另外再開發新的產品 你為什麼要求第一要在原來的產品跑 但是這件事情 扎到了Richard Storman的痛處 如果你就看自由人機 會成立的一個宗旨 就是因為群入的印表機 不給他Source 造成說有Bug寫不了 所以他成立自流的理期 會要對抗他認為的不公不義 所以他認為TiGo是不公不義的 所以他在GPL第三版 加了一個所謂NTiGo的條款 那個東西關鍵字叫User Product 他說今天如果是User Product 像中華電信的機上門 雖然沒有賣給客戶 只是租給客戶 可是基本上客戶今天用 明天用 天天用 都是客戶家裡用 這時候你就必須要把Source給他 如果他沒有認證金要的話 當他要改這個機器的時候 你必須要把認證金要給他 讓他避過Ti 如果你不這樣做 你就違反GPL3 所以其實因為這一條 歐洲有一個公司 他基本上是把GPL3 列入到紅燈範圍 不要去用 譬如說Ginni 你可以搜尋Ginni跟BMW 他可以到一個很大的 我們的Ginni是歐洲 一個非常大的 智慧型車載系統的聯盟 Pamiel Wellness跟Android 來做他們的 車上的導航系統 和娛樂系統 包含BMW很多的 都在這個聯盟裡面 很多的專家Pamiel Wellness 來做 他們的買批事務裡面 很明確地告訴所有會員 說不准把GPL3的元件 投報到我們的Repository 他說因為車子 是不是今天你用 明天用 天天用 今天車子其實是租著 好像都符合U-SERCADOT 這個標準 那他們就說 好啦 他今天車子如果改了 暴衝了 撞死人 他說應該 因照歐盟的法律 動力機械發生機械暴衝的話 車商必須要舉證自己 沒有過失 車商不能舉證自己 沒過失 他就是有過失 所以他說今天如果 撞死人 哇 那個人命很貴 這樣呢 他就說 他們很不明確的了解 這件事情 到底司法會怎麼去看待 在那之前 他們是禁止使用GPL3 但是GPL3當然這是 一個很有趣的條款 他有造成世界影響 但是很複雜 你看我要花這麼多時間 現在講 好 OK 那應該就 那就這樣 好 我們謝謝 這個第一階教育 這個成像 各位如果覺得我們 還辦得還不錯的話 也可以來支持一下 我們基金會 我們這網站上 都有這個 捐款列起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可以支持一下 有錢出錢有力處理 那我們最後一辦其他 類似的活動 好 這邊就謝謝大家參與 那我們就不進行摩拜 先大家可以 先準備一下